新一份審計報告指出 首階段塑膠救物袋環保徵費計劃推廣至今實質成效不足 批評環保署之前誇大成效 塑膠袋實質用量只是下跌1.2% 有業內人士估計第二階段的徵費計劃成效亦不大 第一階段塑膠袋徵費計劃在09年7月起生效 審計報告針對都市固體廢物的檢討報告指出 在13年已登記的商戶派發膠袋量為1.16億個 相對09年6.57億個 賬面上大幅減少八成 但環保署在堆填區收集到的膠袋量 又比09年增加約5億個 這些不明來歷的膠袋其實就是豁免範圍的膠袋 撤銷備账下實質使用膠袋量只是下跌1.2% 成效不顯著 而上一年4月起生效的第二階段徵費計劃 已經全面擴展到全港商戶 但由於仍然在收集數據的階段 所以未能夠檢討成效 究竟第二階段是否真的有效達到減少塑膠袋用量呢 有0.4月的員工表示即使第二階段生效之後 也未必會遵從指引向顧客徵費 我觀察而言我就覺得反而實施了第二階段 4月1日之後我覺得我派的膠袋出來更多了 其實每間店鋪都有些熟客 他們有時來買東西的時候 可能你見他買得多 買得多的話可能他買成百多元 可能有薯片有成這樣 就算你知道他不會要膠袋 即他膠袋要錢 但有時你見是熟客都不會收他錢 研究掃膠袋徵費計劃多年的區議員何文傑認為 掃膠袋徵費計劃只是鼓吹陽奉陰違的風氣 他舉新西蘭實施膠袋稅的例子 認為除了無法減少掃膠袋用量之外 更加容易產生其他污染 在新西蘭其實就是當時實施了膠袋稅之後 其實他的紙的耗量反而多了 因為原來就將膠袋轉移為很多用紙袋 而紙袋生產過程 其實膠袋能量的200倍 因為紙要煲才可以做到紙袋 有些紙袋又要交到膠 2016年施政報告即將出爐 何文傑認為膠袋稅仍然有修訂空間 我們認為膠袋稅如果真的想有效的 不如設一個回水的機制 如果你收了5毫子 我用完膠袋 我拿回某個指定地點 可以退回5毫子 這個膠袋又可以循環再造 反而實實制制令市民 可以有一個環保的意識 只要大家堅守自備購物袋的原則 省省5毫子的同時還省省膠袋 那就一樣可以做到圓球減費 諸事網記者葉福華報道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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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